接著來看的這個幕後工作呢 就是導演了 廖仁帥從Circus打開知名度 團體解散之後轉做導演 拍出了許多創新的MV 像是跟將近合作翻完名畫 拿下了德國紅點設計獎 也獲得金鐘獎的邀約 看到自己努力半年的作品 最大一座播出感覺都震撼 金鐘獎前一晚彩排現場 廖仁帥既興奮又緊張 因為接下視覺總監重擔 他突發奇想 將過往獨立的三十幾個入圍影片 在最後要拼成一個微電影 整個城市的電視 全部聚集起來 組合成一個巨大電視的人 還沒算圖的一個3D過程 這一面牆就是 這一次金鐘獎的所有 不管是片頭動畫 或是整個動畫的分鏡表 直擊幕後動畫工作室 想完成金鐘微電影的創舉 一共58個分鏡 得讓彼此能獨立又能結合 兒童類的節目 他在裡面是很開心在堆積目 但是在我們的整片裡面 微電影裡面 他是堆積目堆到一半 突然有地震 外星飛船來起 然後他整個積目就倒了 一毛錢沒拿 比如說我半年 我是義工 因為預算其實很少吧 我們已知 世界還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我覺得可以做到 世界還沒發生過的事情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好 卡 卡 可以 很好 我補一個特寫 這個是導演的筆記 因為基本上MV一支都大概四五分鐘 你不可能畫分鏡 所以就用文字分鏡去做 然後基本上這個應該就我看得懂 別人應該看不懂 我要開始拍 好 準備 閃燈風 籌備金鐘獎期間還身兼MV導演 亮人帥絲毫不見分身法術 俐落拿著他專屬的文字添書 因為一支MV 130到150顆鏡頭 已經全部在他的腦中 你們看起來是文字 可是在我腦海 它是已經 是甚至連剪接都剪好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喜歡的是 歌詞的每一句 應該要配什麼畫面 是事先計畫好 但是我就沒辦法接其他案子 我一次只能服務一個課 一個歌手這樣子 就比較硬字化 全神貫注投入作品 賴燃帥一年 只接三到五支MV 像是打造薛之謙的病態 挑戰在單一場景晚出變化 還要兼顧超過300位舞者 大陣仗演出 然後高台 然後就吐 吐愛 開拍前 為了跟團隊溝通畫面 還親自演一遍MV情境 幕後影片看似有點搞笑 但也可見廖元帥的認真 難怪拍攝過程再苦 大咖歌手都願意點頭配合 水裡泡一天 就是非常的冷 然後導演用精益求精的一次又一次 非常的辛苦 但是效果出來真的是非常的好 包括張亮影拍名畫MV 她的臉還一度過敏紅腫 但廖元帥沒讓她失望 拿下美國泰利獎五大獎 德國紅點設計獎 也橫掃歐美日韓印度等國媒體 只是風光背後 一個導演背負的壓力也難以想像 因為現場每分鐘都是錢 任何突發都考驗應變 它是一個一鏡到底 早上開始彩排 彩排到半月12點 一次都還沒拍 都還在彩排 可是我三點要收工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整個很緊繃了 結果到一點半的時候 整個林口停電 我想說天要滅我你知道嗎 20分鐘 如果真的最後沒拍完的話 我現場工作人員得付吧 就那250萬我得給 唱片公司那250萬我得賠吧 有可能我忙了一個月 我沒賺錢還要賠300 300 400萬 加上動畫機關的測試跟訂做 前期已經準備了一個多月 讓廖元帥兵女崩潰 還好最後一小時復電驚險完成 我覺得平常就要熟悉創意的品圖 就像我連做夢有時候 也會夢到 你夢到會逼自己起床 然後激怒下來 我想到什麼都會寫下來 然後像這個就是NG人 NG人因為都是機名 快生氣死了 然後解僻 打開廖元帥手機裡的秘密 無論文字檔或語音被晃錄 都滿在靈感 其實我不喜歡有人說 廖元帥的風格是什麼 因為我很怕 那如果你風格只有一種 表示你的武器只有一套 對我來講 可能不能滿足我希望的創作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作品裡面看到 有廖元帥的影子 但不會覺得那是廖元帥的風格 其實廖元帥來自攝影師家 爸媽和外公外婆都是平面攝影師 高二時因為家裡有台DV 啟發他對動態影像的熱情 就像這樣拍一次廖元帥 還以這支影片落葉去參賽 打敗一票影視科系的大學生奪冠 19歲開始就跟著許多天王天后 御用的陳藝仁導演當學徒 像是當年五月天的紀錄片 就是廖元帥長進 我們是Circus 後來Circus的成名影片 《羅奔少年》也是出自廖元帥之手 攝影魂沒消失過 只是誤打誤撞的出道 成為敢玩敢瘋的Circus 讓日後的導演廖元帥 多了名氣 也多了懷疑 那時候其實有一些MV的導演 對我很質疑 就還問我的工作人員說 這個劇本是廖元帥自己想的嗎 他不是就是一個藝人而已嗎 最慘最慘 一開始我MV有接過 一萬塊拍一支MV 有兩個選擇抬頭就好 還是你要抬頭轉去 我本來以為他只是 就是很在乎外表的男人 他有才華 從低成本到現在 可以接到千萬製作 讓人帥用品質證明自己 人家給你一萬塊 你可以提供三萬塊的品質的話 他就會給你十萬塊 所以一開始拍MV 基本上都是賠錢的 到現在偶爾還是會賠錢 因為雖然客戶像給的預算 很高的 但我還是想要把格局 越做越大 廖元帥說要讓市場相信 花錢能得到好東西 才有機會改變這個環境 其實我從小就一直聽這種話 我這次預算不足幫個忙 用你的創意解決嗎 難道醫生看病 你不用給他錢嗎 比如說我只是給他看兩眼 因為他用他的經驗換取你的錢 創意就是我們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不然可以換錢 演出幕後工作者的心酸 廖元帥也說一個導演除了創意 還要有溝通能力 執行力 最重要是堅持跟信念